好来看到花莲高中 杨凯威同学参加了2023年世界自由式轮滑锦标赛 在今年男子组速度过章项目荣获了银牌 为国争光 而市长魏佳燕特地颁发体育奖励金 表扬杨同学在国际赛事当中上的优异表现 期许他能够继续来努力突破自我 未来每一场比赛成绩都能够再创加级 因为从小身体不好 为了增强体力从三岁就接触了滑轮运动 没想到十多年后 杨凯威在世界竞赛当中获得耀眼成绩 那时候小时候是因为生日的时候收到生日礼物 然后身体又不太好 所以我就去学校社团再练练习 然后教练就帮我挖进去他们的选手班里面练习 以前可能就是喜欢跟童年纪的竞争吧 然后现在就是比较喜欢一直突破自己的极限 然后专输在一件事情上面 然后赢的时候蛮有成就感的这样 我觉得他的难度其实比很多 我觉得可能比田径业都还要高 因为田径他们只需要很专注地向前冲 可是我们就算冲得很快 我们还是要稳定地过转 因为我们其实秒数都差在0.001秒以内 但是转一个脚表就加0.2秒 等于说专一个脚表会可能从第一名直接掉到三四十名以外 所以我们都要练习到不能装脚表这样 然后特色可能就是很快就结束了 所以就很专注这样 杨凯威参加2023年世界自由式华伦锦标赛 我们轮华的第二名真的非常的优秀 其实能够在我们国际上 被我们所有的运动员看见 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一个事情 那尤其是凯威才18岁 那原本是青年男子组 现在要变成社会男子组 那在这边公所会尽量 我们提供他一些资源 那也希望说未来在比赛的部分 请他不用担心 那我们也会募集一些社会上的资源 然后来提供给他 那也借此作为一些营养金等等的一个部分 目前妈妈有说到一些场地的一个部分 那目前也会反映给相关的一个单位 去做一个修缮 那场地的部分 那未来是不是能够提升更好 然后能够更遮雨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都一并的将一些意见 反映给相关单位去做一个整合跟处理 那让选手在训练的时候不会受伤 或者是由于更好的场地 能够持续地保持他良好的一个成绩 魏佳燕表示 花莲有很多优秀的体育选手 以及用心指导的教练 他们秉持着热爱运动精神 长期付出努力不懈 未来花莲市公所会持续举办各项的运动赛事 也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 要打造适合训练及举办赛事的场地 为花莲培植更多的体育健将 介络会欢事报道 沙飞